本台制作的纪录片《自由中国》 入围好莱坞影视音乐大奖 视觉媒体音乐奖 配乐获得了最佳原声音乐奖的提名 日前在好莱坞举行的颁奖典礼 《自由中国》的导演、制片都出席 谈到他们拍摄此片以及入围的体会 请看新唐人记者传回的报道 15日傍晚 位于好莱坞大道上的方达戏院内 星光闪烁 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人齐聚一堂 由本台制作的电影《自由中国》 获得最佳原声音乐奖提名 影片《自由中国》 从两位法轮功学员的故事 反映出中国国内千万人 应坚持信仰所受到的迫害 电影配乐由音乐家陈东创作 我觉得音乐在一个影片当中的重要性很大 它直接和人的心灵和人的情感是联系在一起的 那么尤其是我们这个《自由中国》这个片子 它的音乐反映的是一个在中国发生的非常真实的故事 由麦克佩尔曼指导 目前《自由中国》已获得包括自由言论 电影节等多个电影奖项 我们都希望一个更好的中国 一个中国在哪里都可以自由 这是中国最好的事件 最好的事件 为中国的坏性 和国家的经济 新唐人记者苏湘兰 张艺渊 美国洛杉矶采访报导 石树 是